哈囉 大家好 要來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但要先講一個比較重要的 討伐戰即將結束了 如果你的討伐戰還沒有打15次 15次會有班的動態造型 那影片的話就稍微提醒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然後還沒打的 就把握著討伐戰的最後時間 那再來就要介紹下禮拜的活動囉 首先第一個是在下禮拜1 8月17號的時候 有一個全新的小輪迴 它有分為一週目跟歐週目 那當然通關指定的乘數也會獲得相對應的獎勵 然後如果挑戰完第一週目的話 可以再挑戰二週目 那二週目的難度一定比較高 然後通關二週目第22層 還會送圓桌騎士系列隨機一張雙滿 那突然送這個感覺還是有一點怪怪的 好再來禮拜二的時候 還有一個全新的修羅場 對魔神族的絕對滅絕 打的是四大天使長的劉德學二 同時修羅場挑戰15次的話 還會獲得金恩的動態造型 同時禮拜二的晚上有一個復刻的地獄集 打的是五仙座海格麗絲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一張卡片 然後禮拜二有復刻的地獄集 那禮拜五的話 就有一個全新的地獄集 三千年的謊言 那這次合作的地獄集 打的是慈愛愛斯塔洛薩這張卡片 然後這個關卡在合作即將結束的時候 還會復刻跟之前的那個地獄集 好那麼下週的活動 其實就差不多是這些 再來是日常的部分 第一個每天登陸送貿網子 禮拜一到禮拜五登陸一共會有五顆 再來自勝的全員 禮拜六禮拜日登陸的話 還會獲得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然後體力滿滿 在下個禮拜的時候 有兩個時段使用摩瓦斯回復體力的話 都會獲得額外的一管體力回復藥劑 那記得那兩個時段的話 就可以獲得兩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那最後尋商藥塞 也有吸引輪的復刻造型要上架 那有興趣的玩家們就不要錯過了 好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